看看新闻吧 这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 从上海流行开来的歌曲 它不是中国传统的文人雅乐 也不同于民间的离曲小调 当时的人们称它为时代曲 吴建老人已经八十多岁了 因为儿时喜欢唱流行歌曲 他离休后用心搜集 整理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 编成了这本《节语花》 我爸小的时候就是一个流行歌曲的歌迷 喜欢唱 歌曲集出版之后 一下子在国内外就引起来了强烈的反响 我那个读着来信都得成马带庄 完了这样吧 我当时就想啊 这些歌我喜欢 直接就这么多人都喜欢的 那这个歌一开始是谁开始先写流行歌曲的呢 这样吧 我就想弄清楚这个问题 专家考证 中国第一支时代曲就是这首《毛毛雨》 作者是李锦辉 因为当时录音技术的限制和时代的久远 以至于我们只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李锦辉出生在湖南湘潭一个书香门地 他从小诵读四书五经 打下坚实的儒学基础 童年时期 李锦辉就最新于乡间的民俗小调 学过古琴 练过吹弹拉打的乐器 也哼过昆曲、香聚、唱过花鼓戏 还用心地记录过民间艺人的唱词和乐谱 《乐路书院》 一座传承千年的学府 在晚清风云激荡 西学东建的年代 这座千年书院被改为新式学堂 李锦辉曾在这里的湖南高等师范学校 接受了新式教育 后来他到了北京 从事国语推广工作 据说他的业余时间都花在听戏上 戏院的金坤雅韵 天桥的民间说唱 都是他着迷 1921年 李锦辉到了上海 但不曾料到的是 他人生的跌宕和悲欢 从此与这座城市相连 在上海 他完成了《麻雀与小孩》等十一部儿童歌舞剧 开创了现代儿童歌舞音乐 他还创办了小朋友 开创了儿童文学的一个时代 同样是在上海 李锦辉对流行音乐的探索 为他带来了事业的辉煌 但也带来了无尽的责难 20世纪初的上海 是远东最具影响的国际大都市 从欧洲的交响乐到美国的爵士乐 从好莱坞的电影到巴黎的歌舞 都在这里急剧交融 但是来来往往的歌舞团上演的都是欧美的时尚 在这个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 弥漫着殖民地的气息 没有真正属于中国人 属于上海市民自己的音乐 在中国那么多年的历史上 老百姓们很难能够真正感受到 是为了自己的生活环境所创作的歌曲 他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古典的戏剧 他们可以看到民歌 但是真正为了城市的市民 而去创作的歌曲是很少的 李锦辉关注到了很多人类的一些本性 或者说一些普通市民 他们生活当中的那种情感度 他直接描述人类非常内心深处的爱情的这些歌曲 正好在这个欣赏点上 满足了市民阶层的需求 他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吧 让这个人呢 好像是精神上 思想上得到了解放 就是你可以通过唱歌 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 1927年 从上海开始 全国许多城市的收音机里 都会传出毛毛雨的轻快曲调 平易而流畅的旋律 朴素而通俗的歌词 流露着真情实感 这样的创作对李锦辉来说是常识 但在那样的年代 这种歌曲却是人们的一种需要 和他的儿童歌舞音乐一样 都是前所未有的 当时的上海是跟欧洲同步的上海 在公布剧叫好乐团演奏的曲目当中 有很多大师的作品 是上海跟欧洲同步上演 在上海的电影院里面 这些大片也是跟美国几乎同步上演 上海的文化生活并不比欧美要来得晚 所以李锦辉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他所能够接受到的东西 也一定是跟欧美同步的 李锦辉是个学习能力非常强的人 所以他学到了 他就马上用 毛毛雨的演唱者是李明辉 她是李锦辉的女儿 李锦辉创作的时代曲最初都是由他演唱的 在那个年代 女子登台演出还属禁忌 而李锦辉妇女冲破了这种禁忌 李明辉身穿短衣短裙 留着短发 打着赤脚 在舞台上再歌再舞 在一老一少的眼里 自然是伤风败足 李锦辉的流行歌曲 因为有了爱情的描写 更被人攻击为音乐 他太前卫了 他走得太远了 他的这种爱情方式已经超越了那些所谓比较守旧人的底线 他们认为李锦辉的东西是不雅的 他自己凭良心 我写东西绝对是纯洁的 即使我写爱情歌曲 他说我也是纯洁的爱情 1928年 李锦辉应南洋商人邀请 带领中华歌舞团到南洋巡演 取得极大的成功 南洋的报纸对他演出的节目 特别对他的流行歌曲的节目 妹妹我爱你 落花流水 所以这个是代表中国的传统的 简直是好记得 叫人挺直难忘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李锦辉清新的儿童歌舞剧 曾传到中国最边缘的山村 他是北大音乐研究会的成员 受到蔡元培的培养和启发 他主张中西合璧 雅俗同堂 虽然他并没有经历过西洋音乐的训练 甚至不识五线谱 但他就着简谱 一首弹曲子 一首弹节拍 用这样的方式 付出了无数动听的歌曲 他用中国的民间的曲调 优秀的诗词 和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结合了西洋的一些旋律 西洋的配器 西洋的一些 一些节奏 把它结合起来 中西合璧 让它更容易流传 它完全不是从洋的 而是以洋为中用 李景辉早期的流行歌曲 间接了大量的民歌的元素 以及戏曲的元素 比如他第一首歌 被咱们认为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的 《毛毛鱼》 比较典型 带有中国民间风格 1929年 《家庭爱情歌曲》25首 以彻夜的形式问世 这是李景辉创作的 《时代曲》第一次集中出版 这些以亲情和爱情 为主题的歌曲的出版 不仅把李景辉 推到了中国流行音乐的最前沿 更是奠定了 今后中国流行歌曲最广的主题 上海徐家会的这座小楼 是当年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的原址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 这座小红楼集中了中国最红的歌星 录制了中国最流行的歌曲 李景辉的很多歌曲都是在这里录制 风靡中国乃至东南亚的 1934年上海举行播音歌星竞选 根据发起者大晚报的每天精彩播音栏目记载显示 分数不同播音团体的歌星唱的歌 竟有90%是李景辉的作品 她的歌啊 太流行啊 她也不是音乐学校出来的 人家也看不起 你算什么呀 你算老几啊 你连和声都不懂 其实她也不断地在这儿学习 也不断地在这儿观摩外国的东西 她也在研究应该怎么样的把自己完善一些 其实她从来没有说我是音乐家 我有什么 她说我那个时代山里头没有老虎 猴子就称大王了 在当时的中国音乐界 李景辉可以说是个特例 她不是研究金坤雅乐的保守派 也不是留学欧美崇尚西洋的学院派 她倾心于流行音乐创作 却成了主流音乐界之外的人 但是她的创作却风靡了全国 赢得了大众 成就了那个时代唱片业的繁华 那个年代的老唱片 很多都印有景辉作品的字样 那个时候 李景辉是唱片界争相邀约的热门人物 她的巨幅照片被挂在几大唱片公司的大堂里 李景辉这三个字就代表着实力 意味着人气 他写的一些歌都是采用中国的一些诗词的意境 像桃花江 毛毛雨 都是古人的诗词的一些意境 把他写出来的 你看那个洛花流水 好死后 香水一般 不断地流 春来不久 要归去也 谁也不能留 别和你愁 在我面前 叫他找他心上的人 所以这个感情是很带于中国传统的这种 她的这些歌 所以那么流行 她能唱起来 特别流畅 小的人唱起来 就好像心情都特别愉快 你说什么呢 桃花江是美人过 桃花千万朵 地球上美人朵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桃花江风离中国 畅想东南亚 那时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桃花江 我们有个表弟 在马来亚当医生 他回来说 我问他一个事情 听说这个桃花江 在马来亚是比较流行的 他是的 他说 马来亚的华侨 一丝雅音走过的时候 就唱桃花江 就唱这个歌 就唱桃花江 他们把桃花江上美人屋屋 就理解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 这个音型美人之多 他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所以他说 他们当时 马来亚的华侨人间 在康日人人间 一显音走过的时候 就唱这个歌 从1927年到1936年 李锦辉从事时代曲的创作 不过十年时间 然而他开创了中国流行音乐崛起的新时代 直到今天 他的音乐为后来的人们一再传唱 但是 这些今天的人们眼里的经典 在当时 却被称为 迷迷之音 有人指责他是 旁门左道 不是正宗 有人把他和梅兰芳一起 定为中国艺术界的恶化分子 当时的国民政府 也给他的音乐 扣上了腐败 离俗的罪名 要查尽他的音乐 我常在为四面楚歌 到处都反对他 李锦辉的音乐充满了小学校 腐化了小学生的纯洁心灵 拨散了坏的种子 与民间 垄断了民众 不知道有伟大的音乐 让这些民众不知道 还有一种伟大的音乐存在 这个伟大的音乐 我们现在可以加个助教 就是指出那种所谓正统的西洋的 这时朋友劝他暂停创作时代去 劝他不如到欧洲去研究音乐 将来再回国散播艺术的种子 对此李锦辉说 我岂是一个反对西洋音乐的人 可是国人中99%还在爱听 而且爱唱十八摸和打牙牌 这一类的歌曲 毛毛鱼总比打牙牌进步点吧 朋友们 只管研究你们的贝多芬和莫扎特 可不要替我担心 我始终在尽我的力量 引导大家向你们这方向走来 李锦辉他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 他始终就是想着 我要把美的好的东西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发现在他早期的流行音乐当中 你完全能够找到儿童歌舞剧的影子 他的旋律是有民族性的 他的很多编配是借鉴了西洋手法的 在他希望传递给大家那种情感当中 他是唯美的 或许在题材上有些差异 在儿童歌舞剧的时候 他或许更加注重音乐的教育作用 但是在流行歌曲的时候 他关注到了很多人类的一些本性 从1929年开始 李锦辉率领明月歌舞团 到全国巡演 在北平 他们登上清华大学的舞台 在东北 张学良的夫人于凤志 亲自邀请歌舞团进行赈灾一演 明月歌舞团的演出好评如潮 甚至日本戏剧界人士 也专门乘飞机到中国来观摩 并邀请歌舞团到日本演出 因为日本清华野心日渐凸显 李锦辉拒绝了这次邀请 李锦辉创办的明月歌舞团 莲华歌舞班 是那个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现代歌舞团体 从这里走出来的人 构成那个年代中国璀璨的银色星空 他们在中国的文艺舞台上 留下了青春朝气 健康活泼的艺术形象 这是千百年来 中国舞台上都少见的新气象 他们刚到歌舞团时 大都只有十四五岁 有的年龄更小 李锦辉为他们请来专业的老师 教唱歌表演 没有演出 没有收入的日子里 就靠李锦辉自己的稿费为止 写歌的时候 他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 废寝望时奋笔疾书 后人回忆 每次写完 他都会长须一生 如释重负 他是爱好歌舞 自己爱好音乐 自己一积累一些钱 他就要去搞 很难解释这个 又不赚钱 还贴钱 自己有点钱 就办 办完了 待会用完了 没钱了 签账 签了好 团 又舍不得 让团体赞 他总觉得培养人才是他最开心的事情 半个世纪之后 曾主演余光曲 《风云儿女》等影片的王仁美回忆李锦辉 说 他的作风正派 为人宽厚 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子女那样爱护 关心 李先生培育我们成才 又允许我们离开明月社 从歌舞转向荧幕 或者寻找更好的前途 有人建议他了 这些人你不订货 你也吃亏的 你培养出来的人 要工作几年以后再走 他说 我不是做买卖的 我不是生意人 愿意走就走 有困难 愿意回来 他照样欢迎你回来 就这种人格 就这种为人 音乐家王仁义 也是从明月歌舞团走出来的 他和李锦辉有着终身的友情 王仁先生当时在我们面前 称呼李锦辉 不是称李先生 也不是称锦辉 而是称老夫子 他也明确地提到 李锦辉先生是一个好人 他所有考虑的 都是他的音乐部分 他从来没有像旧社会的那种 歌舞班 或者像戏班的老板那样的 压榨过他所有的团员 他对于所有的团员 都是那么的亲切和蔼可亲 1931年 聂尔考进了李锦辉主持的音乐歌舞班 聂尔来考是李锦辉主考的 进来不久 就叫王仁义 教聂尔 小提琴 聂尔经常也到他家来 有时候在他家吃了晚饭 一直聊天聊到十一二点钟 一天两天就这么学会了 他就来跟锦辉说 我都学了 就读给他听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想 如果没有当年李锦辉的会演 也许中国的音乐史上就少了一位大师 如果没有当年李锦辉对聂尔的言传生效 也许今天的国歌就不是这样 但这些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在那个时代普及了音乐 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一本 就王歌曲集了 他出版于1932年 收录了李锦辉在九一八之后 写的十首就王歌曲 这些歌曲 歌词浅显 曲调雄壮 是可以让全国民众齐声高唱 振奋士气的 但是 或许因为李锦辉的时代曲太流行 这些歌曲似乎被世人忽视了 他对中国的音乐事业 做了那么多的贡献 长时间里没有人肯定他 还老批他骂他 排挤他 这个对一个人来说吧 这是最残酷的一种精神上的压力 1936年 在抗日就王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候 李锦辉离开了上海 也离开了他的音乐歌舞 开始从事平民教育工作 全面抗战开始后 他也曾拿起笔写下了动人的战歌 但此后三十年 他再也没有写过一首时代曲 虽然还有追随者传承着黎派歌舞的神韵 但是李锦辉的身影已渐行渐远 在李锦辉之前 中国的音乐歌舞从来不曾和人民大众 发生过那么密切的关系 他创造了一个奇迹 用一种通俗的形式 让歌舞和音乐走向民间 深入人心 但是这些足以让他名垂现代音乐史的成就 却造成了他个人的不幸 直到去世 李锦辉也不曾摆脱迷迷之音的罪名 李锦辉他有一个特点 这个人是美完美了的心动性 心思想 他一见一见的出来 他是敢传进去的 敢吃螃蟹 所以这也是他一个特点 也是他一生不幸的一个根源之余的人 当时很多批判过他的一些左音乐家 比如像周围志先生 他在我们看李锦辉研讨会的时候 他就说 当时我们在那个环境当中批判李锦辉 也许是有一些局限的 今天我们应该更加全面的来看待他 看待他对于整个的中国的文化事业 所做的贡献 1936年 李锦辉的明月新歌128首出版了 李锦辉个性温和 在他的歌曲受到围攻的时候 他不曾为自己辩护过 但这一次 在这本歌集的一年中 李锦辉对自己的音乐创作 做了一次辩护 对他人的攻击 做出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认真的回应 他坚信自己播下的音乐种子 终有一天会萌芽 容貌 他说等讲来明白的人多了 自然有人会为我们大说特说 只要宇宙不毁灭 中国的大众的这个文艺吧 会能够从地底下冒出来 茁壮生长 他相信总有这一天 15年来 我们抱着改创中国新音乐的志趣 期望像千里马一般向前飞跑 不幸渐渐变成骆驼载众 缓缓而行 又不幸变成飞不高走不快的鸭子 又不幸变成副甲向前爬的戴帽 终至变成一只没有腿的蜗牛 虽然是蜗牛 可是还有牛的毅力 拖着梨头来回的走也好 拉着墨杆团团的转也好 终有一天要走到大路上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